昨天打完比赛 双打组针对两场失利 进行了战术分析和心理调整 队员们今天的精气神相当不错 六次征战苏碑的傅海峰 还摆出了俏皮的手势 不过对于男双教练张军来说 四分之一决赛丢了两分 心里难免有压力 今天一上来 先是单练张男赵云磊 带完混双 他又加入男双的三绿三聚抗 不过他加练的理由却有点疑问 林水那个基地太好了 火石太好了 然后到海南长胖了吧 前两天电视上好多 在微博上都说我长胖了 他说今天还是多冻出点汗 趁马来一下这么热的天 减减肥 明天晚上和丹麦争夺决赛权 五个丹项目 最难啃的就要数男双 鲍伊摩根森和蔡云海峰 交手十次不有胜负 最近一次碰面 还在决胜局赢了风云组合 而年轻的子龙组合 虽然今年公开赛上两胜对手 但是到了苏碑半决赛 经验也许更重要 做好艰苦的准备吧 而且他们现在是排名第一 他整个位置也很高 我们觉得我们是冲 去冲击他们的 因为南双一直是 我们五个项目里面 比较弱 稍微略为弱的一点的项目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会摆好 那个正确的位置吧 去冲击他们 也不会给队员有什么包袱 也不会因为一场赢球 或一场输球改变什么东西 在今天的俱练课上 无论徐晨马进 还是蔡云妇海峰 练得都很认真 看不出丝毫忧虑 对于小组赛 两场5比0的中国队来说 3比2险胜 恰恰会激发队员们的斗志 至于明天谁上场 现在还不好说 你在队员上的想法 其实首先还是要看 谁有积极上场的愿望 谁就很迫切想要上场 然后或者是谁的状态好 这还是要通过教练组 或者田岛 李总他们来 来最后来确定名单 什么时候会出这个名单 是明天中午1点钟 交换名单吧 应该在1点之前吧 我们会就商量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